你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这里是有毒 有毒也是非常久没给大家录视频了 有毒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毒最近一直在忙工作 因为有毒找了一份暑假工嘛对吧 然后朝九晚五的工作 每天工作八小时 然后累得要死 做销售嘛对吧 然后累得要死 薪水还拿了很少 一个月才两千多 然后 如果你有业绩的话 其实可以拿的更多一些 但是有毒不是这样的能人 所以说 然后最近因为一些原因 有毒不干了 不去干那个工作 所以说有空来给大家录视频了 本期视频的素材是 有毒自己利用哔哩哔哩 哔哩哔哩的挣了钱 自己购买的一只宠物 我头一次享受到 就是自己劳动的这个心情 心情劳动换来的成果 那我们不逼逼了 我们先开箱吧 先开箱 哎呦天撞到 然后等等等等 差点是差了 先看一下另一面有没有完好 已经动了一刀了 啊里面东西还是活着的 啊 另一面都是完好的 另一面都是完好的 这边也是完好的 好的没有问题 打开吧 这次的素材来自于一宠天堂啊 因为这家爬宠店比较近 最近天气比较热 所以说有毒可能 尽可能的选择近一点的爬宠店啊 然后以防有损失 哎呀本期的素材是什么呢 这个是国产的一个神物啊 拿出来 哎呦我天呐 好了里面没有东西了 把箱子放一边 非常大的一只 非常大 一只中国水龙 中国水龙又叫长猎西 是猎西科的成员啊 也就是说他和市面上非常常见的绿猎 是近亲 然后知道他为什么叫中国 哎呦我操这是只什么 这他们还有只七帅啊 我操 今天就拿你为一只猪了 你就是今天 我的蜘蛛的口粮我告诉你 你别走 你别走 哎哎 MDZZ 哇 哇稍错做 好的好的 哇这是蜘蛛 不是我把这只蟋蟀 放进这个 小盒 好的 啊这个不浪费资源 是我一贯的特色 然后今天的开箱的主题 我把这个补光撤了吧 我本来架了个手机在这补光了 结果很爱事 很爱事就撤了 好的 今天的素材就是这个 长烈锡 也叫中国水龙 是国产的一种大型 中型 大中型还是大型 锡 用了编织袋打包 一重天堂的打包 依旧 哇 哇看起来好凶残 哇他不会想干我吧 怂一下怂一下怂一下 表现很凶的样子 我还没有养过大型蜥蜴 我觉得很凶 没有问题 拿出来 一只中华水龙啊 非常的好看啊 好看 他的眼睛有点 你们可能看不清 围下光围下光 他的眼睛有点问题 然后这个 我是特价从他弄里买的 因为眼睛受伤了 一点 眼睛有点受伤了 也就是瞎了这个眼睛 另一个眼睛还是完好的 特价买的 眼睛受伤发炎了 这个 一只中华水龙 也是有毒氧的第一只大型蜥蜴 中华水龙 猎蜥科的 然后很明显的这个 猎蜥特征的被刺啊 很明显 然后 照射的这个 呃 后脚啊 然后他的 有氧能力也非常好 我可以看到他和绿裂 还是有很多 相像的地方的 对吧 对 是的 他和绿裂还是挺像的 其实还挺帅的 这个家伙 就是眼睛有点小小的瑕疵 有毒 希望精心的照顾能使他痊愈吧 就这个样子 然后 有毒会尝试尽力去饲养他的 呃 这个长烈烯呢 是偏肉食性的 当然他是也是可以接受这个 一些植物性食物 但是他是比起绿裂来 那样全素的话 他是能接受这个 肉素食 但是他是以肉为主的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吧 绿裂是以素为主 然后他以肉为主 他背上的背刺 也是非常结实 好吧 本期视频差不多到时候结束了 喜欢有毒的请给有毒的 点关注头盔 英里都非常感谢 我们的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上